薛向的马车从虞书的脸前经过 顿都没顿一下 薛瑞却停下马翻身下来 四周这么多双眼睛 两个人没有腻歪 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薛瑞便牵马朝前走了 虞书站在原地望着 直到那对马车不见 目测了一下位置 大概有半条街那么远 这就是他现在的地位 和当朝的一等全臣的差距 真让人没个盼头啊 虞书嘀咕了一声 什么没盼头 虞书纹身回头 目光落在了停靠在一旁的马车上 假笑道 啊 我说站了好半天腿都麻了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嗯 锦辰的身影在窗前一晃 接着 人从车上下来 站到路边 大有和他一起等候的打算 虞书没有撵人 转身回到了轿子里 把他晾在了那里 锦辰没有回到车上 背着手 站在了他的轿子旁边 转头低声道 我母亲的公主墓建在安县 轿中没有动静 锦辰又说 三日后 我御前往 一探究竟 片刻后 帘子接起 虞书探出了半个脑袋 左顾右盼 确定附近没有人留意他们 略显急躁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父亲是孤儿 死后与母亲合葬一世 如果云华没有死 那与陆月公主合葬在安县的公主墓 会是谁 或者说墓中只有安县公主一个人 不管云华究竟什么来历 他与陆月公主夫妻一场 并且育幼一子 这么多年过去 不可能一次都没有去过那里 锦辰又丢下了一记重磅 二十年前的八月十九 是他们的大婚之日 人生三大喜 洞房花竹叶是其一 任谁都不会轻易忘记这样的日子 除非云华真是一个无情无义之辈 他是否会悄悄地去公主墓悼念 这时 你可否与我一同前往 虞书目中思索 点头道 嗯 我去 云华的身上藏着太多的秘密 能够找到他 探清楚选女六任书 他就能尽快地找到一条出路 不会这么被动地等人宰割 于书对于能够参加公宴里举办的中秋宴 远不比封建的皇权社会下土生土长的官员感受深刻 宴会一开始 赵庆皇帝发表了一番过节的感言 重点说一说大安朝的国父名强 含蓄地进行了自我肯定以及自我表扬 又赏赐了几位老臣 鼓励了一架各个部门的工作 环绕四周的黄金国戚文武大臣 无不表露出鱼有荣烟 群情激昂 于书未免显得异类 赵炯炯有绳地望着龙椅上的皇帝 保证万一他扫到他这个角落 能接触到他饱含热情的目光 然后在一轮敬酒之后 赵庆皇帝宣布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薛贵妃诊出怀孕了 一件事他决定要在三个月之内 举兵讨伐东营 人们尚不及为前一则消息 伸出想法 就被后一则强占了头脑 这让之前为了 是否渡海攻打东营的两派人 都激动起来 薛相一面是顺随了 影像一面的脸色就不好瞧了 有人坐不住正要劝谏 刚站起来就被赵庆皇帝 一个眼神盯在了座位上 东营岛国雄心勃勃 寄予我朝的疆土 绝不能姑息 水路大会上 诸国使节 轻见窝人 愈弄于阵 若不给之教训 我将大安威严何存 两派争执了多日 赵庆皇帝并未偏帮哪一方 此时坚决地表明了态度 叫人不敢质疑 殿下英明 乃我大安之福 臣昨日占星 东方康金龙昂首 可见此战 必会大劫 大提点 率先起身复合 有他带头 宴上顿时立起了过半的人数 高呼 殿下圣明 当场多位将军 与曾经领兵的老臣 当即表示 愿意领兵出征 为皇上分忧 一副干脑涂地 万死不辞的样子 虞书揣测这些人的心理 八成是觉得 以安朝的兵力 出动攻打东营 一个弹丸小国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这样白捡功勋的好事 必须要抢上 谁不上 谁傻缺 哦 除了个别晕船的不行 赵庆皇帝 很满意众人的反应 假装没有看见影像 欲言又止的神情 宣告说 今日节庆 暂时不谈国事 明日过后 再来商议 出兵试题 然后宴会上很快 就恢复了一派 其乐融融的景象 虞书神游去想几日后 公主目一行 不妨临坐 有人拿筷子 戳了戳他的手臂 低声提醒 虞大人 圣上喊你话呢 虞书一牛脸 就看到远处赵庆皇帝 笑盈盈的脸庞 赶紧站起身 没留神 刚才皇帝问了他什么 就露露了一个羞涩的表情 赵庆皇帝倒是不怪他跑神 只当离得太远 说话他听不清楚 便吩咐大太监 怎么 给朕的秒灵使者 排了那么远的座位 来人 在近处 给虞青加一把椅子 虞书一个五品官 扎堆在满是一二三品大圆的宴席上 排的靠边 是再正常不过 但是赵庆皇帝高兴地抬举他 谁也不能说声不妥 于是虞书一下子 就从末位坐到了垫头起 巧的是 赵庆皇帝随手一指 就将他插在了任其名座位前头 转个头 就能看见那位背后损他的任夫人 虞书分明看到 任瑞士脸上一闪而过的不快 这是水陆大会结束后 虞书头一回清盛 五品朝臣是可以上朝听政 瞻仰天子的容颜 但是像他这样的新官上任 都会有一段试用期 通常要到一两个月后 上司审核过他的总体工作 查明没有独职与披露 才能正式进入朝堂参议 赵庆皇帝既然注意到虞书 不免与他多说了几句 也就是关心了一下他的日常 这就足够让宴上的众人 看出他的看重 薛瑞坐在薛灵南的身后 看着虞书被拎了出来 坐到了一群老狐狸中间 瞬间成了焦点 他勾了勾嘴角 突然前头薛灵南 转过头来问他道 知道魏国夫人 今日为何缺席 东清王的亲娘 魏国夫人受赵入京 这等显贵的身份 出席名单上 必少不了他 今晚却没有见他的身影 薛瑞摇了摇头说 尊而不知 明日你备些礼品 到东清王府探望一下 安朝在某些规制上 沿袭了前朝 例如公主下架 此后官幕不能收入皇陵 要另起一座公主墓 驸马若是死在其后 则要夫妻和睦 陆岳长公主 与当今皇上乃是同母所处 先帝宠爱极佳 命慈天间为他选择了一块 风水宝穴 就在安陵城以西 三十里外的安县附近 今晚宫宴 赵庆皇帝的心情明显不错 宴到了月上 点名带了一群敬臣 到御花园去赏月 赵庆皇帝兴志上来 就命人吟师作对 表演才艺 虞书混在其中 有幸见识了几位 公骨之臣 难得一见的场面 表面严肃的靴下 居然吹得一手活泼的目的 任其名这个黑面神 居然会舞双剑 湘王会敲妖鼓 锐伯爵 甚至合着靴相的拍子 跳了一小段套马舞 总之能让赵庆皇帝 看在眼里的臣子 都被一个个拎出来 伯君一笑 万无幸免 虞书悄悄地往后退了两步 站在了不起眼的地方 一方面 比翼这群没有节操的弄臣 一面认真的思索 自己有没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绝活 万一赵庆皇帝 叫到他的名字怎么办 中翠宫 薛贵妃坐在阁楼上 身下垫了几层柔软的褥子 她衣饰蓝散 但失了薄粉 没有往年过节的盛装 只因为她身怀六甲 赵庆皇帝亲口免了她 到西武宫奉承皇后 与其他的嫔妃一共过节 仗长的龟角岸上 摆满了瓜果拼盘 但是各式各味的月饼盘子 酥甜的香咸的 莲蓉的肉腻的 就足足摆了二十多份 贵妃的份列只有八盘 多出来的一半都是皇上赐给的 还有一半是御膳房的孝敬 宫里头多的是看蝶下菜的奴才 薛贵妃怀孕 西武宫挨打的风声 一早传遍了亭业 从上到下都是赶来巴结的 贵妃宫里的人憋了这几年 最近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刘潭规规矩矩地坐在 长岸的另一侧的扁凳上 一动不动地看着正在亲手 为他剥橘子的母亲 面前的酒杯被换成了茶水 来过之前 他特意更换了带有酒味的袍子 以免寻找了母亲 难得佳节 赵庆皇帝特许了几个 出宫建府的皇子 与他们的母亲团圆 除了被轰出京城的四皇子 和十一皇子 刘潭年幼离京 三年一返 十年间 与薛贵妃见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 但这不妨碍 他对薛贵妃的一片 如目之情 这对母子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闲聊的话题 薛贵妃不向他诉苦 后宫的秘心 刘潭也不向他 多讲前朝的事情 只是后宫的门禁快到了 一旁盯着低落的 陶嬷嬷提醒了一声 刘潭这才对薛贵妃说起了 他有意请余叔为他占卜凶极一事 征求他的同意 薛贵妃整晚温柔似水的眼神 微微一大 看着眼前 不知不觉退去了青涩的儿子问 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呀 刘潭说道 是儿臣担心母妃 薛贵妃顿时是笑夜如花 那就这么着吧 昆灵局藏有本宫的命帖 不过没有你父皇的口谕 料想他们不敢煽动 正好过两天 我要传坏于女狱进宫 届时当面和她一说 就不必惊动皇上了 宫女子在进宫之前 都会由四天间审核深辰八字 批住一张命帖 通通的抄录成两份 一份锁在上宫局 一份封存在四天间 像薛贵妃这样的品级 她的命帖 绝不是谁人随便可以拆开的 薛贵妃自己清楚 那上头写的什么 却没有省省事 直接告诉刘潭 让她转告 刘潭倒没多想 只当她母亲不放心于书 要当面交代她 看着时辰不早 她没有再留恋 起身告辞 钟翠宫的大宫女 宋兰引她出去 在门道上 遇见了一个 匆匆跑进来的宫女 朝她蹲身一扶 然后在宋兰的事宜下 快速地离开了 刘潭扭了一下头 看到了她跑进了 薛贵妃呆的阁楼 发生了什么事 她心里不住地想着 直到走出了斗角重重 涌到森森的后宫 而薛贵妃这边 则因为刚刚听到了一个消息 推迟了下一柱香才更衣 睡下 被禁足在宁王府的七皇子 不知如何争得了赵庆皇帝的许可 今晚一声不响地进了宫 没有参与前朝的宫宴 而是在永乐宫待了两克石 忠修宴后第二天 赵庆皇帝在早朝上重申了昨晚 要举兵讨伐东营的决定 让文武百官推荐领兵者 然后快要散朝的时候 寻了一个由头 解除了宁王的禁足 在沛县发生的青柴五头案 让十一皇子刘毅落马 设计圈套的刘浩也没有得到便宜 因为涉案被赵庆皇帝禁足了三个月 这才不到两个月就被解足 朝中的众臣丝毫不觉得意外 毕竟赵庆皇帝偏爱七皇子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于是当天下午 一直闭门谢客的宁王府外 就恢复了车来车往 仿佛前边几十天的冷清从没有过 虞书是从薛瑞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昨晚上在宫里头没赶上说话 上午薛瑞派人到四天间烧话 约好了两人中午 就近找家管子打发午饭 哼 便宜他了 虞书皱着眉头闷了一口酒 佩现那回 刘昊差点阴了薛瑞和他两个 杀了一个清差 就这么让刘毅给他背了黑锅 不痛不痒地关了几天作罢 秋凉了 薛瑞将他面前的凉菜盘子挪走 换上了煮得烂烂的熟肉 免得他喝了冷酒 胃里头没东西垫着 到了晚上难受 说好了要敬他三个月 就这么提前放出来 律师就没什么说的 薛瑞摇了摇头 眼下人人盯着 讨伐东营一事 国室当前 没谁闲着无事 去找宁王的不自在 那他也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虞书不想再提宁王这个英人 转而告诉薛瑞 他过两天要和景臣一同去安县探查公主墓 不行 我不赞成你去 为什么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说不定 我们真的能逮住云华呢 哼 景臣能想到的 你离皇上和大提点想不到吗 若是云华这么容易就被逮到 他早就让人活捉了 还等到你们想起来吗 你这一句 见不到云华不说 甚有可能给人可乘之计 才害了你性命 别忘了 宁王虎视眈眈的 想要置你于死地呢 虞书也有他的道理 你说的我都想过了 但是这回不一样 不是有景臣吗 景臣回京那么大的动静 云华活着不可能不知道 公主死了二十年 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活在人世 难道 他会不想见他一面 在京城森严戒备 他或许不敢露面 到了安县那偏僻的地方 他没准会与景臣相认呢 薛瑞少有的和他意见不同 这是你的想法 你不是说过吗 云华极大可能是你的师兄 而他在家乡早有妻子 他却抛弃弃子远赴京城 又因企图选女六任书 攀附了陆月公主 这样一个薄情之人 你觉得他会为了儿子 见一面而冒险吗 听完了他的分析 于书顿时郁闷了 虽说薛瑞说的都是经过推敲的事实 但他还是难以想象 被清真道人那样赞誉过的大师兄 被世人推崇了二十年的云华义子 会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薄情小人 然后再次准备